第662集 于公子出手 居然没有立刻镇杀他 方丈岛上 侍女若兰吃惊 在他的认知中 天神星上的天才是无所不能 面对地球的进化者将摧枯拉朽 直接击毙 不给他一点机会 然而呢 现实是处风无拘 一手中乌金绽毛 挡住于酒变 不仅如此 两人杀的还颇为的激烈 怎么可能 他是逍遥层次的进化者 而于大哥 早已是观想境界的强者 相差一个境界 就是青旗公主的美丽面孔上 也写满惊诧于不解 天神星 那是天才的故乡 奇才的诞生地 真要高尚一个大境界 绝对可以横扫其他星球上的诸多进化者 形成碾压之势 一人杀掉成片的强者 可是现在一对一呀 居然被处风抵住了 不仅如此 两者间的战斗无比激烈 兵器堆积 火星四戒 引动海水 冲上滔天 大浪拍向方丈岛 简直要破碎虚空 有人皱眉 两者能量层次不在一个等级才对 在刺目的光芒中 在惊涛海浪界 两人疏得分开 不再纠缠在一起 终于让人们砍出端倪 楚风池斩毛 在其附近 一颗又一颗粗糙的石球滚动 散发着让人窒息的能量波动 挥轰而磅礴的力量 镇压此地 他在催动能量体 驾驭手中长矛 借此对抗观想层次的大高手 真是逆天 他的这种能量体太恐怖了 能够拉平于天神性天才的能量差距 许多人倒吸一口气 感觉悚然 不少人意识到 尽管已经高估楚风的能量体 给予足够重视 可现在看来还是小去了 天神性的天才高一个大境界 能量差距将会无比巨大 可是现在 楚风催动粗糙的石球 以这种能量体镇压 竟抵消了差距 这是何其惊人与可怕的事 这种能量体的排名 要在黑马榜上飙升 所有人都没有看透他的本质 他远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恐怖 有名速感叹 给予高度评价 的确人们都心惊 那可不是一般的观想层次的高手 而是来自天神星的人物 这样差一个大境界 绝对等于相隔着一道鸿沟 不可跨越 可是 楚风却借能量体拉平 于酒便喝了一声 杀 他也觉得颜面无光 天神星走出的人 怎么能这么低效率 应该摧枯拉朽 直接涂掉对手才对 一刹那 他手中的大吉爆发冲销光芒 杀气滔天 于酒便狂暴了 向前冲去 挥动手中的大吉 血量光芒横空 带着成片的雷霆 景象恐怖绝伦 宛若 漠视景象 两者 兵器大碰撞 快如流光 此时 于酒便手中的大吉不断疲来 雷霆无数 闪电交织 寒光刺目 白茫茫的一片 实在太快了 也过于狂暴 与可怕了 楚风在大河 黑色长发飞舞 双手持乌金长矛 并驾驭数十颗粗糙的能量体石球 跟对方激战 碰碰碰的 当他发狂 催动能量体与长矛后 这片地带让人感觉到压抑无比 几乎要窒息了 能量波动太可怖了 随着他们出手 在海面上激战 楚风一次挥动战矛时 将陆经过的一座岛屿 抽得分崩离析 就此毁灭 接着火星四戒 血液四戒 两人决战时 手中的兵器都承受不住 极限能量 到最后 血量大吉 与乌金长矛都折断了 在半空中炸开 他们的虎口堂血 都撕开了裂痕 鲜血淋漓 于九遍寒生说道 不想浪费时间了 立刻毙掉你 他如大日横空 周身汛烂 金光万刀 捏拳意 向着处风轰去 施展天神族的战绩 一种无比恐怖的拳法 楚风双手震动 也动用了绝世篇章 共振术 他只有简单的三个字 打爆你 此时 星空中无数人 都在紧张关注 这是非凡一战 前十大众 首次有天才降临地球 进行大战 影响深远 地球上 星空中 无数人瞩目 都在关注这一战 元寿平台 黑雪 角斗长等 此时 全都在热议 前十大的人出手 引发各大生命星球上的 年轻人躁动 可以说 这一战 成为星空中的焦点 让无数人的目光投来 前十大的任何举动 都会引发轩然大波 究竟是神话永恒 前十大依旧不可战胜 始终镇压诸天 还是会被打破宿命 一个没落之地的天才崛起 撕裂天命 斩破那神话呢 举世瞩目 地球 东海 大战更激烈了 两人的兵器崩断 碎片带着血飞向了四面八方 有的碎块在天上半空中炸开 冲起可怕的蘑菇云 出风 拿命来 鱼九遍大喝 拳印如山月般磅礴 能量凶魂 简直不可战胜 他弥漫出的能量太壮阔了 万禽海水被打得崩开 而后阵干 露出海底 那场面有些可怖 他的拳头散发刺目的光芒 天神族的拳法之一 流光拳 太快了 眼睛都跟不上他的速度 这尾尸可怖啊 换做其他怪象层次的计划者 跟他对决 肯定会被动挨打 跟不上他节奏 直接会被打得爆开 一些人悚然 喊毛倒数 现在的鱼九遍 全印腾起赤胜的光芒 两只拳头可怕至极 如同光芒在飞舞 快到不可思议 并且所到之处 催苦拉朽 无武不破 虚空都被砸得扭曲 阴暴导致白雾腾起 很浓郁 成片的浮现 若是在古代 这就是仙家手段 楚风立扛不若下风 但是他暗自心惊 若非学会天涯咫尺 在速度上会吃大亏 对方的拳头太快了 这是一种超凡入胜的秘技 天神族的流光 全号称神鬼莫测 足度可怕的吓人 一般的人 根本躲避不开 楚风却能应付 厉害啊 有人感慨 须知 那是震动星空的斩机 许多强族都无奈 拿那种妙术 没有办法 只能硬扛 被动挨打 刘光泉越发的惊人 随着于酒便施展 他满身都在喷搏刘光 整个人都融入光芒中 其中一双拳头最为刺目 所到之处不可阻挡 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快速移动 纵横这片海域中 像是两道闪电在追逐 人们越开越吃惊 楚风的速度太快了 不弱于流光泉 化身赤胜神侠 忽左忽右 大战天神星的于酒便 沿途 他们路过一片 星罗旗布的岛屿 在这里爆发的战斗 让人们毛骨悚然 一拳下去 一座岛屿就被击沉了 两人的拳头不光是快 而且势蒙力沉 可怕的惊人 拳印所向 万物皆破 他在懂有什么秘法 竟挡住天神族的流光泉 身法是天涯之耻 这是他上一次卖圣女白灵石 获得的绝世篇章 可惜只有一册 至于那恐怖的拳印有些诡异 你们看他拳头在不断震动 很有规律 跟上次灭杀西林祖师 所动用法门一样 可怕的邪乎 当真是惊世骇俗 在小友经济实战的拳术 居然能应加天神族观想层次强者 实战的战绩流光拳 未免有些恐怖的过头 楚风很冷静 面对一位实力恐怖的天才 他从容不破 以天涯咫尺 让自己若点盲般纵横 互动呼吸 再一共阵术 破解那无坚不摧的权印力量 现在他无所畏惧 哪怕对方来自天神族 也没什么大不了 楚风越战 低气越足